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历史人物》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孔子,儒家思想的奠基人 二,论语,道德与仁爱的教点 三,孔子的遗产,东亚文化与教育的根基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孔子,儒家思想的奠基人 孔子,这位古代的超级明星 不仅是儒家思想的奠基人 更是历史上最早的网红之一 在公元前551年 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在鲁国今天的山东省诞生 从此开启了一段传奇的人生旅程 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对知识的无限追求 以及对理想社会的不懈探索 孔子的思想,简单来说 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听起来是不是很宏大 但实际上,孔子的教育方法非常接地气 他是古代版的阴才师教 他不仅开创了私人讲学的先河 而且还是有教无类的倡导者 在他的学校里 不管你是富家子弟还是贫困学生 只要你有求知的心,他都欢迎 这种精神,在今天看来 无疑是非常前卫的 孔子的幽默感也是一绝 有一次,他的学生问他死后怎么办 孔子回答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学生又问,那我们该怎么做 孔子回答,对啊,你们该怎么做呢 这种反问不仅体现了他的智慧 也让人感受到他的幽默 孔子的一生虽然充满了坎坷 但他从未放弃过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他曾经周游列国,希望能找到一个 能接受他政治理念的君主 但最终未能如愿 这段经历,有点像是古代版的 找工作之旅 只不过他找的不是工作 而是实现理想的机会 孔子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他的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 还影响了整个东亚文化圈 他的著作论语 更是成为了中国文化的经典之作 可以说,孔子就像是古代的思想界巨星 即使过去了两千多年 我们仍然能从他的教导中获得智慧和启发 总之,孔子不仅是儒家思想的奠基人 更是一位充满智慧、幽默感和人文关怀的伟大教育家 他的一生是对知识、道德和理想社会 不懈追求的生动写照 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孔子的故事中学到很多 比如追求知识的重要性 以及面对困难时永不放弃的精神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论语 道德与仁爱的焦点 论语,这部古老的经典 不仅是儒家思想的极大成者 更是历代学者、政治家 甚至是普通百姓生活指南的圣经 它不仅仅是一本书 更像是一位温文尔雅、博学多才的老教授 随时准备向我们传授生活的智慧和道德的真谛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论语中最核心的概念之一 人 孔子说,人者爱人 这听起来简单的就像是告诉你吃饭要嚼碎了吞 但实际上,这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在孔子看来,人不仅仅是对人的爱 更是一种对社会责任和道德规范的深刻理解 换句话说,人就像是社会生活中的润滑油 没有它,人与人之间就会摩擦加剧 社会就会变得冷漠无情 再来看看君子这个概念 孔子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彼而不周 这句话的意思是,君子能够广泛地爱人 而不是偏爱某些人 小人则相反,他们只会偏爱自己的小圈子 这其实是在告诫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 就不能有小圈子主意,要有包容心和大爱 论语中还有很多关于如何做人,如何处事的智慧 比如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知者 好知者不如乐知者 这句话告诉我们,知识的层次有三 知道他,喜欢他,享受他 只有真正享受其中的人,才能达到知识的最高境界 这不仅仅适用于学习 也适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最后,让我们以一点幽默结束这次的分享 孔子曾经说,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意思是说,吃饭不求奢华,但求精致 吃肉不求多,但求窃的细腻 这句话放在今天,大概可以解释为 无论是吃快餐还是米其林 关键是要吃的有品味 所以,下次当你在享受汉堡包时 不妨想想孔子的这句话 也许你会发现,即使是快餐 也能吃出一番风味来 《论语》不仅仅是一本书 它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一种处世的智慧 它教会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如何以仁爱之心对待这个世界 在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社会 偶尔翻翻论语 也许能找到一丝内心的宁静和平衡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孔子的遗产 东亚文化与教育的根基 孔子,这位古代的超级巨星 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哲学家 教育家 还是后世名师出高徒的活广告 他的遗产 不仅仅是一本本厚重的论语 更是深深植根于东亚文化与教育体系中的思想精髓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探索 孔子如何从一个普通的师业教师 成为影响了几千年东亚文化与教育的超级巨星 首先,孔子的学会演讲 也就是他的游学生涯 可以说是古代版的Ted Talk学会演讲 孔子带着他的弟子们 走遍了当时的各个诸侯国 传播他的思想 虽然他在生前 并没有获得一个官方的职位 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但他的教育理念和道德观念 却像剥下的种子一样 慢慢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 孔子的教育理念非常现代 他提倡有教无类 意思是 不管你是贵族还是平民 只要你愿意学习 他都愿意教 这在当时的等级森严的社会里 简直就是一股清流 他还强调学而实习之 不依悦忽 告诉我们 学习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而且是令人愉悦的过程 这不禁让人想问 孔子是不是也经历过考试周的崩溃边缘 然后安慰自己学习是快乐的呢 孔子的思想影响深远 尤其是在东亚文化中 他对仁爱 鄙夷 孝顺地强调 塑造了东亚社会的基本道德观 比如 孔子说父母在 不远游 这句话直接导致了 无数东亚学生出国留学时 背后那一抹不舍的眼神 而三人行 必有我誓焉 则是每个东亚学生 都能背诵的经典名句 提醒我们 要保持谦逊 从每个人身上学习 孔子的教育遗产 不仅仅是他的思想和理念 更是他对教育的热爱 和对学生的关怀 他是古代最早的学生智商倡导者 他的教学 不仅关注知识的传授 更关注学生的个性发展 和道德修养 这种教育理念 直到今天 仍然是东亚教育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 孔子的遗产 不仅仅是一套哲学体系 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一种教育的精神 他告诉我们 学习不仅仅是为了知识的积累 更是为了个人的成长和完善 在这个意义上 孔子不仅是 东亚文化与教育的根基 更是每个追求知识 和智慧之人的灵魂导师 所以 下次当你感到学习的压力时 不妨想想孔子 也许你会发现 学习的路上 你并不孤单 总结来说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奠基人 他的教育方法非常接地气 他是古代版的英才师教 他的一生 是对知识 道德和理想社会 不懈追求的生动写照 孔子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他的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 还影响了整个东亚文化圈 论语则是一本 道德与仁爱的教点 教会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如何以仁爱之心 对待这个世界 孔子的遗产 深深植根于 东亚文化与教育体系中 他的教育理念和道德观念 塑造了东亚社会的基本道德观 他对教育的热爱和对学生的关怀 使他成为古代最早的学生至上倡导者 孔子的遗产不仅仅是一套哲学体系 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一种教育的精神 他是每个追求知识和智慧之人的灵魂导师 他告诉我们 学习的路上 我们并不孤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